三地加国情面对第四波的疫情冲击 Delta变异病毒已经在贝斯省传播率超过了60% 那么但是秋季的学期还是如期的开学了 并且恢复了常态的学习模式 那么我们想问学校的老师学生都准备好了吗 那么并且卫生厅也已经宣布不再公布 校区内单一确诊个案了 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反弹 我们先来看一段新闻报道 好另外呢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BC省将在13号推行疫苗证明的制度 那么也在周三开放了登记 但是有部分的企业对于证明的系统如何运作 还有执行有很多的疑问 那么是不是也会有衍生更多的争执呢 不少的问题仍然有在解答 我们再来看一段相关报道 好第一位呢是时事评论员先斌 先斌先生你好 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社区活动家 以及知名的教育博主王立王女士您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第三位是亚瑟老师关怀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好第四位是视频论员朱国相朱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各位观众 首先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刘先生 我们要来先提出一个数据 我们了解美国的中小学已经在上个星期开学了 那如期六月底的确诊数字呢 马上就飙升了一倍 那么本周呢在这个星期也经营秋季的新学年校方 他也是恢复了正常的上课时间以教学模式 然而我们现在正值第四波的疫情返校 您觉得校方啊学生老师都准备好了吗 他们对政府的防疫政策呢是不是有信心呢 好的谢谢 首先呢就是这个学校开学呢 的确比如说像我们在加拿大或是美国呢 会面临到新增疫情的风险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呢 是在全加拿大播放啊 我们就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几位嘉宾所在的BC省来说啊 那首先呢就是啊 孩子们开学有几个先决的事情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第一12岁以下的孩子们是没有 没有施打疫苗的 所以他们的防疫能力呢 只能靠着他们身上所具备比较好的新陈代谢 跟这个没有疫苗下面自己的抗体能不能产生 那孩子们上了学之后 染疫不是只有他会不会发病的问题 也不是重症的问题 因为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传染者 或者是叫做超级传染者 因为孩子们的病症如果不重 可是他会把这个 有可能会把这个疫情传染给家人 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是亲友 所以有可能成为一个超级的传染者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孩子们 还是中学以上的青少年 他们在学校里面一般来说 他们的社交的范围都比大人要大 所以呢这个染疫的可能性也不低 好 那针对于这个学校或家长 或者BC省现在对于这个疫情 到底做得够不够完备 是不是令人担心呢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谈一谈 第一个就是这个学校里面客室的人数 跟孩子们在上课时候 他的身体的空间距离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在密闭的客室里面 如果这个人数过多的话 那么染疫力也会高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教务人员工作者包括巴士的司机等等 这些人是不是有一个做好了一些安全准备的配合 这个也很重要 那第三个呢就是学校本身对于消毒 对于清洁对于防疫的概念是不是预备好 以及教育局是不是有给这个学校足够的安全的升级 比如说好像我们在BC省 这个教育局呢替学校呢 购买了超过两千台的这个消毒的这个大型的机器 这个也很重要 还有呢就是孩子们呢 本身要在家里面受到一些的训练 他本身对于这个防疫的行动 防疫的模式 他有没有学习到一些除了戴口罩以外 是不是随身携带一些消毒液啊什么的 那么这个第五个呢就是家长的配合 如果家长本身觉得孩子们到学校去没所谓 他也没有那种很强的防疫的观念 那么比如说在家里面可以跟孩子们 如果你的孩子是幼儿 比较学龄比较小的孩子 可以在学校跟他玩个游戏或者模拟操作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方是学校 你摸了门把 你要吃东西 你要喝水 你要上洗手间 你要开水龙头的时候 你该做些什么防疫措施 如果呢可以带的话 给他带一些酒精的消毒液 或者是这个sanitizer 比较浓的这个酒精消毒液 如果怕伤手 还可以带些护手膏 所以家长的配合也很重要 我大概就说这五方面 谢谢 非常谢谢刘先生的建议 那么我们想请问一下 王女士您有一位 11岁的孩子 现在也开始上学了 那不晓得您现在的心情是如何 那么另外也想要请问您 我们了解 就是我们的卫生首席卫生官 还Bonnie Henry也说了 因为校内的疫情通报的话呢 比较容易引起一些焦虑 而不是再来帮助 所以今年呢 球体学习开始 不再提供了这个单一的个案了 所以不想对学生家长来说的话 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王女士 好谢谢 我的小孩呢16岁 开学呢11年级 所以从我孩子的情况来说呢 我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他基本上已经接近成年 他会很好地照顾自己 但是呢我很担心很多 就像刘先生讲那个学龄低的小朋友 因为大家都了解自己的孩子 是这样过来的 对于你说低年级的孩子呢 这个我觉得有困难 他们又不能打疫苗 然后你让他其实也很难 有非常强的自制力 戴口罩啊 或者随时洗手啊 或者就是记着这个吃东西前怎么样啊 或者摸了门把手 这个是个很强的挑战 所以我想学校 尤其对低年级的孩子 是不是可以还能继续有一些网课的选择呀 或者有一些更多的照顾 这个应该是学校教育局应该考虑的 而不是一刀切 因为一刀切也对低年级的孩子不公平 他们又没有机会打疫苗 又要面临这些一些挑战 我认为不太好 那另外这个对于我们卫生官的这个考虑呢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资格来决定大家的焦虑情绪 就是我们的卫生官的这个防疫就是我们从法律范围或者从流行病 这个他一般的常识来说作为一个卫生官 他的职责究竟是什么 这个是我一个考虑的 那我们也都知道以前一些反乌托邦的小说也讲过 这个情绪呢不应该是政府所控制的 政府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我认为你不公布这个哪个地方有单个的病例呢 也不利于防疫 尤其是像我刚才讲对于小朋友来说 他很糊涂的 你如果不跟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警告 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一个sense去做好一些事情 所以我认为我们法律界的人士呢 真的应该关注一下我们政府 究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们民众的应该关注一下 卫生官的应该可能更好地想一想自己在防疫本身 在医疗方面能做些什么 谢谢 非常理解 谢谢王女士的观点 那接下来想请一下关怀老师 关怀老师也有个四岁的孩子 所以现在您的心情是如何又要返校了 那么当然对于王女士的说法 您是认不认同呢 就是现在已经不再通报对案的话 那么是不是学生家长 应该是要有知的权利 您是不是赞成这样的说法要请您分析一下 对是的确是 我们对于自己 因为我小孩比较小 所以就是对于自己的小孩 管控能力其实不是很大 因为你跟他说什么 他有东西他能理解 有东西他不能理解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小孩这边呢 的确我们只能在家教育 他给他普及这种知识 其实对于四岁小孩来讲挺难的 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在学校里边教课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其实应该分两点 一个是我们主观上有没有准备好 一个是客观上有没有准备好 那么刚才 之前那个第一位先生已经说了 就是说 12岁以下小孩其实不能打疫苗的 那么12岁到17岁之间呢 现在疫苗的普及率 差不多是在49% 18岁到30岁之间 疫苗普及率差不多是56%左右 老师跟家长其实已经达到76% 这个其实还是 咱们加拿大其实还是挺高的 客观上有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我作为雅思老师 我接触的孩子一般都是17到21岁 17岁到22岁之间 所以我觉得这正是一个 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交友 谈恋爱的一个年纪 所以呢 我们作为老师来讲 不光有这个宣传 还有这个普及疫情防御的知识 那我们自己也有家庭需要保护 对吧 所以就是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君子慎毒 对吧 前两天刚爆出一个新闻 那么8月29号 UBC大学刚开了一个 200人到300人的party 然后组织了之后呢 收到了这个RCMP的5000块钱的罚单 这里边他们在party里边有 肯定没有戴口罩 我们看图片了 然后这里边有什么大麻 银酒 反正什么都有 据知情人士套路里边 甚至还有老师参加的一个party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 加拿大可能客观上已经准备好了 疫苗普及率还算挺高的 但是主观上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准备好吧 非常理解 谢谢 谢谢郭文化老师的一些分析的观点 那么 那么朱先生我想请问您 就是我们想举个例子 比如说中小学生 他们都必须要接种九种疫苗 比如说像是破伤风啊 麻疹水痘等等 所以有多伦多的教育局委员会 他们主动的要求教育 请要让中小学生必须要加打新冠疫苗 您认为这真的要遏制这个校内疫情传播的有效方法吗 朱先生 其实我们看 我们这个到8月30下为止的组织数据来看 我们整个B1省已经注射了750万剂的疫苗 所以说而且以这个12岁以上来看的话 注射第一剂已经有84% 将近85% 注射第二剂有76.5% 所以这个世界各国来看的话 我们B1省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可是现在有个现在又是一个 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是这个特尔塔病毒的影响 所以造成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疑虑 可是我们我们我们再看看这个 参考其他的国家 你看我们这个美国 美国就是说美国现在做法就是说 就是全民希望鼓励 拜登总统都带头 希望全民能够提高注射率打两剂 然后呢 也准备考虑就是60岁以上能打第三剂 然后他们他们就放证不管 就是说 在正在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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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专家立场 希望把这个新冠疫苗能够流感化 这样就会减少这个伤亡 美国是美国准备这样做 新加坡也是这样做 新加坡准备就是说 他们也不错 因为新加坡人口500多万 跟我们B1省差不多 他们做法也是这样 也没有也没有特别的限制 但是为什么他们也是提高注射率 目前已经打到79%了 比B1省差一点 然后他们只是说加强筛减 对那些高峰也有加强筛减 然后对这60岁以上的人 60岁以上的人 老子或者这里虚弱 紧张力比较差的人 然后打第三剂 所以新加坡做法 也没有也没有特别的 做很多的限制 所以说他们 以科学家立场来讲 他们只希望就是说 你新冠疫苗的共存 共存也就造成这个流感化 相对意思就是得说 如果说我们这个提高 这个注射率提高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有85% 我们希望能超过90% 同样的注射率 就是注射两剂 对这些比较弱者的人 能有达成第三剂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说 按照科学家做法 如果照这些流感化了 我们这些问题就不容易存在 所以我想说 以目前情况来讲 大家愿意愿意开学的人 学生在一起 接触面比较广 然后又有对这个 data病毒又心中又隐忌 所以会造成很多很多 这个家长 或许都会有点心理 可是问题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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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瑞博士的讲话 因为我们很相信说 还是以科学术语为文讲 而且 他不但是公布了 而且他在8月25号特别公布了 希望就是说要戴口罩 所以说 所以说刚才刘先生提到 那些戴口罩啊 什么加强一些吸收等等的 那些基本措施不要忘记的 我们大家知道 以色列算是一个最成功的注射 这个疫苗率 可是问题就是说 当他注射力 注射力提高以后 大家都放松了 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以后 疫情又开始飙升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做法 就是说 当然家族家族家族很多 可能目前两个做法 不要忘了 一个就是我们要增加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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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全面的注射力 注射力 第二季的 达到百分 超过百分之九十 另外一个就 不要忘了一个基本措施 我们要戴口罩 基本的防控 这些都基本概念 你别忘记 只要只要做到这两点的话 我相信对我们 B1省的这个疫情 有非常好 非常好 像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有100多个人住院 而家族病房有130人 所以说 就说得到感染 或者说甚至住院 我觉得都 我觉得算是都是 不幸中的大幸 可是问题是说 如果说家族病房 如果人数太多的话 我觉得就是 不太一个好现象 所以我们目前 必须来讲 100多个人在家族病房 好像是不太理想 新加坡之后 新加坡之后20个人 在家族病房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在这方面 可能还是要支持 这个开内国政的政策 我相信 我相信只要我们 虽然说现在有Data病毒 可是不要忘记 病毒的话 它不可能永远的 永远的被动下去 所以说我们 在今年的秋风季节 我们只要度过 这个秋风季节 今年的秋风季节 我相信我们这个 疫情的控制 应该是会 可以过关的 所以说我们想说 我们除了除了 这个时候 别忘了我们自己 不管是家长 或者学生 不这种人 我们一个基本 处是标忘的 戴口罩 情形手 是一个基本处是标忘的 谢谢 嗯 是非常理解 我们也了解 教职员工呢 也是前线的中 工作人员 所以为了学校 12岁以下 还不能打疫苗的学生 来说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要规定 强制接种疫苗呢 那关系 我们待会再来 继续讨论 好 嗯 还是 回来还是流行生 然后讲说老师 是不是应该要强制打疫苗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看一下 疫苗证明了 对对 一半一半 对对 还是 还是学校 返校 对因为要问 老师是不是应该要被强制打疫苗 问一下几位家长 几位嘉宾的意见 好那第二part 刘先再回来您 准备 嗯 嗯 嗯 您认为教职员工 他是不是应该要被强制打疫苗呢 您要看吧 我个人本身是 啊 站在这个赞同的态度 再一次 好 不好意思 好像是没声音 好 不好意思 刘先我们再一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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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 我们现在就来谈一下教授员工 他是不是也应该要被强制的来推荐疫苗的流行 我个人是执于这个赞成的态度 当然在加拿大包括美国 我们这种民主国家或者是已开发国家 对于强制疫苗这个事情 的确在人权上是有一些质疑的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看 但是就是现在注射跟不注射疫苗的这两派人 其实是有被激化的这种情况 对立越来越厉害 为什么因为注射疫苗的人会把不注射疫苗的人 看成他们是自私的行为 不注射疫苗的人会把强迫要注射疫苗的人 看见你们是侵害我的人权 其实针对于不注射疫苗的人来说 他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自己把自己陷在一个潜在的危险 也就是说你染疫的机会高 第二你产生抗体的机会高 第三你的得重症的机会高 第四你的死亡率高 所以当你认清这个事实之后 再来再来去去解决这个疫苗是不是被妖魔化 这个疫情是不是一个假象 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等等 我觉得那个比注不注射疫苗安全性的远远要低 所以我还是建议 在可以的情况之下 可以强制或者要求 或者非常积极的去争取所有的老师能够打疫苗 那我们今天谈的题目呢 是孩子们回到学校之后 这个对于自身的安全 对于老师 对于孩子们的家庭 或者对这个疫情 会不会有更大的这个传播 或者是在更第四波的流行又出来了 那因为孩子们一般我们刚刚说 就是12岁以下跟12岁以上 12岁以下我们叫做幼儿 12岁以上我们叫青少年 或者叫teenage 那这两种不同年龄的孩子呢 就是有些特色 比如说12岁以下的孩子 一般来讲 父母呢你最好能够做他的引导者 除了教育还能够引导 我们华人的父母有一个小情况 就是我们比较会用高压式的 要求式的威胁式的 或者是不说赞美 不说好话 让孩子们总是要 你必须听我的 You have to listen to me 那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在西方这个文化的寻陶之下 我们应该学会12岁以下的孩子 我们作为家长要做他的一个引导者 带领他走向未来的人生 多鼓励多爱护 那对于12岁以上的孩子 你要做他的朋友 你不能够再像我们华人 比如说你有这种 这个比较高压式的教育 甚至我们有些华人 是有不好的 这个打骂教育都不可以 那在于引导 跟作为朋友的情况之下呢 教导你的孩子返回学校的时候 怎么样保护自己 能够去除染疫的危机 这个很重要 另外讲到这里呢 我跟各位科普一件事情 我们通常在洗手的时候 因为其实这个防疫的措施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就是戴口罩 一个就是要勤洗手 那跟消毒 那洗手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人都是用两种东西 两种东西来洗手 第一个是肥皂 第二个是洗手液 很多的家庭呢 现在已经用洗手液 而不大用传统的肥皂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啊 它是外面有一个膜 它是靠这个膜呢 在你的细胞里面活动 跟分裂 跟这个繁殖 这个膜呢 是一层油膜 这么简单说吧 是一层油膜 这个油膜非常怕 像清洁液 肥皂这种碱性物质 但是洗手液 对于新冠病毒的消灭的能力 远远不大于肥皂 那么如果你家有幼儿 我再给你讲一个 有趣的这个方法 就是他们说呢 如果让孩子们洗手 孩子们洗手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要吃东西 他会跟你开玩笑 会跟你捣蛋 那我们说洗手的时候呢 你要教他一定要有一个 生日快乐歌的律 也就是说你洗手的时候要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那小朋友很调皮 他一定很激烈的把它唱完 所以你让他唱两遍 那么只要你用的是肥皂 又能够把生日快乐歌唱两遍 让他觉得很好玩 是个游戏 你就是做个领导者 让你的孩子们 在游戏中来学会防疫 在游戏中来学会 你对他对于防疫的教导跟带领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把你的幼儿作为一个游戏的学习者 在家里面就把这些防疫的措施做好 那对于你青少年的孩子你就要做个朋友 然后也是跟他一样 就是我们可以来怎么样讨论在学校 在家里面都能够做一个更好的防疫 那在BC省我们有两种族群的 是特别的族群 第一印度人 印度人都喜欢三代同堂建一个大房子 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私人的卫浴设备 所以他们很多三代同堂住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BC省在大温哥华地区 苏里是染疫最高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印度人大家住在一起 只要家里有人染疫 一大家子就很有可能传播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华人也很多时候三代同堂 老人跟孩子跟孙子住在一块 但是因为我们华人呢 比较注重防疫 戴口罩洗手等等 所以我们华裔染疫的比例还不是这么高 那这个我赞成 老师们都应该要施打疫苗 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刘先生的建议 那王女士你怎么看呢 是不是也是认同教职员呢 一定要施打疫苗呢 对学校来说对教授来说都是多一份保障呢 对这个从客观上讲确实是这样 当然确实也像刘先生说的 你强迫一个人去打疫苗 对他人权是一个影响 而且呢我想有的人可能是 有些是不愿意打 有些人可能是不能打 那对于不能打的这些呢 我希望教职能有一些特殊的处理 而不是说也不是要一刀切 因为这样的也不公平 但是从客观上呢 确实应该鼓励教职员工的 如果你去就是面对面的接触孩子的教职员工呢 应该鼓励他们都去打疫苗 谢谢 嗯 非常理解 谢谢王女士 那关华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在您的机构呢 您是不是也是建议老师们也都是最好要施打疫苗 那么也是保护学生跟老师 那么有这样子的政策出来的话 您有什么样不同的意见 不是我们的家长是不是有给你不同的反馈吗 我没有建议 我们学校是强制的 对 所以就是老师肯定是要打疫苗的 嗯 是那老师那在学校来说的话呢 有没有一些家长跟一些不同的反馈 针对这个疫情回学校上课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分析呢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 呃 现在呢 因为线下课就已经完全开了 然后 当然线上课也有 我们作为课外辅导的话 其实这两个其实都有的 但是没办法 既然现在已经开了线下课 所以就是我们老师必须要 就是以身作则 告诉学生就是标准的行为规范 然后还有就是 以身作则自己就必须要打疫苗 所以呢 这个 学校里边肯定 他有什么新的政策 肯定是先拿老师去开刀的 这是肯定 嗯 好的好的 谢谢光华老师 好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啊 朱先生您怎么看啊 因为有分析强调呢 呃这个联邦与省府 一杆子的强制政策的做法呢 并不是很活逻辑哦 那么就在各省计划推出疫苗证明之际呢 那么也看到了很多城市 呃来出现这个反疫苗 护照的大游行示威 那么疫苗强制呢 是不是违反了加拿大宪章的权利呢 朱先生您的看法 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 最恐怖的这个DELTA病毒 所以说可能就是我们必须要强制的政策 那DELTA病毒为什么会恐怖 就是因为它这个体内的病毒含量比较增加 而且这个前后期变 然后它存在的时间也比较长 然后最严重的原因 就是它在空气中的浓度增加 它会停留更久 而且会传播的更远 然后造成的伤害更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说 积极积极积极 不但我们要鼓励老师打这个疫苗 也现在也要提出这个疫苗复照 他就目的是说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的 能够提高这个注射率 提高注射率 然后你这个提高注射率 然后来防这个 这个病毒的侵害 所以我只觉得很多事情 有时候可能要有公益的立场来出发 就好像就是说 我们举个例子 加拿大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好像都可以左转 车辆可以左转 可是在重要的路口 它进去左转 因为它为了要 维护这个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 所以我就说 我们不能够 有时候我们不能够以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人权限章来看到这个疫苗护照 大家想想看 如果一个病毒 如果说它一个人只有病毒 它可能会传染到九个人 所以它是这个 这个病毒是非常严重的事 所以我们都认为严重的病毒 不管是联邦政府或者我们省政府都会提出一些比较严格的政策 这其实目的并不是为了限制人限制我们的人权 那目的它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全民的共识之下能够把这个疫情控制住 疫情控制住不但对国家有利 不要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利用利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支持支持联邦政府 支持省政府的一些措施 当然我们这个 可能对我们个人的 个人的互动的影响 我是觉得应该我们应该 从长进入 应该配合联邦政府跟省政府 这个政策 谢谢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那刘先生请问您 北市省我们要从13号开始 疫苗重要了 那么当然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 斌机打针的人数 已经增了两倍 这表示所有省人要前往非必要的市场所都必须要出持这个政策 您是不是支持 那是不是指的这个是一个行政 是干预的行人吗 我支持 我支持这个推行这个疫苗护照 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 就是这疫苗护照呢 雷声大于一点小 很早大概在7月8月的时候就说 鼓励民众去施打两剂疫苗 尽快施打完 9月以后呢 对于施打疫苗的政策会做两个改变 第一会撤销掉许多施打的施打站 为什么 因为施打率已经高了 我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医疗资源跟人员 在在同一个地方有那么多的施打站 不需要了 因为也不用排队了 这第一个第二个 推行疫苗护照 那么推行疫苗护照的目的呢 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就是我们比如说进入到室内餐厅 或者是需要购票的体育赛事电影院 酒吧等等 他会要求你必须要出示疫苗护照 但这个呢 就是就像刚刚各位嘉宾说 他是有违反加拿大的人权宪章的 所以这个加拿大政府 包括B市政府呢 就落在一个尴尬的场面 要推疫苗护照 但是你不能硬推 要推疫苗护照 怎么推不知道 要推疫苗护照 如何施行也是一个麻烦 因为就像刚刚这个嘉宾说的 如果他是因为个人身体的脏气 身体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原因 不能够施打疫苗 那难道他就不能去吃饭吗 对不对 是这个问题 然后将来不管你是用疫苗护照 或者是我们施打疫苗的记录卡 那现在两两方面都可以实施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来得及在这个线上 申请这个疫苗护照的话 那你可以带那个施打卡 但施打卡有个问题 真假的认证问题 我听说在在网路上面 可以十块钱买十张空白的 你自己回来填 填那个疫苗的时间地点 这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这个疫苗护照 是电子版式的 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固定的规格 已经有一个APP 这个BC省政府 已经推了一个APP 叫做 BC Service Card 一个蓝色的一个APP 在你的手机上你可以下载 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医疗卡 跟你的生日注册进去 然后他要求你 录一段你的声音 还录一段你抬头 低头的一个视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 叫做BC Service Card 这个APP 里面你只要把这些东西做好 以后经过一个电邮认证 两三天之后 你就可以在你的这个 BC Service Card 这个软件上面看到你注射疫苗的记录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疫苗记录不管是用截图的或将来有一个垫子的一个二维码作为你疫苗的证明 好那但是呢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推行了疫苗护照 在各个地方实施会是一个问题 好你今天一个餐厅 这个来人客人吃饭 你是生意想做还是不想做 如果你想做生意要求每个客人出示这个疫苗护照 他说他没有 他说我不能打 我干不好不能打 那你怎么办 你生意是做还是不做 所以然后另外就是他在入门的时候 如果你强制要看他的疫苗护照 可是他却没有疫苗护照 警察又不在身边 你又没有具有法律的强制令 你是怎么让他进来还是不进来 所以对于小型商家各个的商户 本地的商户会造成一些实施上的困难 实施上的尴尬 实施上的一些实质上的一些麻烦 那他有可能放水让人进来 那这个有人可以检举 还是警察可以来取缔 这个就是一些麻烦 所以你知道这个加拿大在推疫苗护照这个事情上 现在处于一个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办法 因为这一方面是侵犯了人权 一方面是如何制作这个疫苗护照 然后如何实施 然后如何落实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还不要讲说 现在加拿大已经对国外开放了 这个所有施打过两剂国际认证 加拿大认证的四种疫苗的人 都可以入境加拿大不需要隔离 所以现在我们要两个大情况 一个就是学校开学了 然后加拿大国门开了 马上大选完之后 如果美国的国境在开放的时候 加拿大面临这三重第四波的一些危险 谢谢 OK 非常理解 谢谢刘先生的分析 确实在疫苗证明推出之后 还会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都是需要面对的 那王女士 我相信您有不一样的一些见解 对于这个疫苗证明的推出 是不是有些怎么样 不一样的看法吗 谢谢 刘先生刚才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觉得他讲的很全面 那我呢有两点呢稍作补充 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 不能打 就是不打疫苗的人呢 我想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想打 一种是不能打 不能打刘先生已经说了 对于不想打的人呢 我认为如果是这个怎么说呢 从我自己来说 我们家都是集集打疫苗的 包括我小孩 只要开放那个 就是注册了 我都是第一个给他注册的 所以我们打得很早 都两针打完了 但是呢我也并不认为 就是说我们 因为这个都是科学 它是一个不断进展的过程 我们很难说 谁就是一定对的 像不打疫苗的人呢 认为有 我们认为他们有种阴谋论 就有的人认为 就是打疫苗的 认为不打疫苗的 这种阴谋论 但是不打疫苗的 认为打疫苗的是怎么样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与其是大家互相 吵来吵去 或者是政府给一些强制令 不如呢 政府多做一些科普 如果政府有确凿的证据 认为疫苗很好 那我认为多做科普 各种各样的广告呀 小游戏呀 科普知识的讲座 可能要更利于沟通 而不是现在让这种 关系更紧张 你看我看到我们竞选 他们特鲁多 有遭受到很多这种抗议 而且是暴力的抗议 这样的让我们的这种 就是社会局面的 好像在逐渐走向美国 我认为现在任何一种举动呢 如果会激起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呢 这个都是有问题 值得考虑的 所以我建议我们BC省政府呢 与其要强行推这个尴尬的 又很难推的东西呢 又花很多钱呢 不如花些钱和精力 多做一些科普和沟通工作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谈到 既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尤为人权宪章 那我认为呢 这就更不适合了 因为法律的设定呢 是要保护社会的一个 一个正常的发展 而且呢 民主是什么 民主当然不仅是一人一票了 民主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如果任何一个政府 或者一个官员 处于某种 他认为的考虑 就可以随便践踏法律 践踏人权 随便烂这样破坏民主 那我们这个社会 其实是很危险的 就像我们都知道 让我们什么 go back to China这种话 那它其实是歧视性语言 这个是尤为人权宪章的 这个不属于言论自由 这个甚至可以被定为是 hate crime 那我们知道这样 我们就可以去保护自己 但如果有一天 一个政府 一个官员说 这种东西 我可以随便践踏 那我们会怎么办呢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并不赞成 我们现在的官员 为了暂时的一些利益 而随意去践踏人权宪章 这个的严重性 我认为比Delta病毒的严重性 可能要更严重 所以需要法律界的人士 站出来维护一下 那如果他觉得有必要 他其实可以完善法律 而不是随意践踏 这是我的补充 谢谢 非常理解 谢谢汪女士的补充 我们也了解 所以请问一下 关华老师 您这么赞 那么赞成强制 要推出这个疫苗 证明呢 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有消息指 这个最近反疫苗护照的示威 是一个已宣传 我们当然提到 就是一个阴谋论的 一个组织发起的 所以对于美国的疫苗 释放这种受担忧的安全性 阴谋论的一些盛行影响 是不是也担心会吹到 我们加拿大来呢 我之前其实还真 就是说研究过一下 这个阴谋 其实也不是阴谋论 其实就是反疫苗组织 他们的那些介绍 我因为咱们四个嘉宾里边 我年纪最小 所以我不敢轻易下结论 但是我想说一个东西 然后听众朋友 您可以自己思考 反疫苗组织呢 他们的观点其实是四个 排在第一位的是疫苗的有效性 第二位是疫苗的实效性 第三位是疫苗的副作用 光华老师对不起 我们打得差 光华老师抱歉 您的镜头只出现了一半了 麻烦您往后坐一点 不好意思 行行行 就这样子不动比较好 OK 好麻烦您 哎呀可惜可惜哥 好那光华老师 我就再问您一次 您稍等 我们就再 把问题再丢给您一次 好 谢谢王女士 OK 好的非常理解 谢谢王女士的分析 那么请问一下 光华老师 您这么赞成强制的来推行 疫苗证明呢 那么也有消息指 反疫苗护照示威呢 最近是一个 已宣传所谓的疫情 阴谋论的组织发起的 那么美国的疫苗接种放缓呢 是不是就是他担心 他的安全性啦 阴谋论的盛行影响 是不是也担心 这个风潮会吹进加拿大呢 光华老师 对因为 其实我比较支持这个 疫苗护照的 那么既然您谈到了 就是说 阴谋论 阴谋论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现在的确是有 这个反疫苗组织 其实我不敢轻易下结论 但是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下 就是说 反疫苗组织 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那他其实他的观点 是有一个排序的 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疫苗的有效性 第二位是疫苗的实效性 第三位是疫苗的副作用 排在最后的 才是他违反自由现状 那先说第一个 疫苗的 他之所以反对疫苗 很多组织反对疫苗 觉得这可能是阴谋论 第一个有效性是什么 就是说你打完这个疫苗 他真正对于这个病毒 是不是有效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疫苗的实效性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Delta病毒 然后听说现在 还有一种新型的变异病毒 那么你打完这个东西 是倒高一尺 磨高一掌 还是磨高一尺 倒高一掌 哪个哪个更快一些 我觉得肯定是 变异要比疫苗要快 这是肯定的 所以就是疫苗的实效性 第三个疫苗的副作用 很多人打完了以后 然后尤其是 反而是年轻人 就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之间 尤其是男性 会产生什么心肌炎 什么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疫苗的副作用 其实他们把这个自由宪章 排在第四 我觉得他们很多来讲 我觉得很多时候 是把这个 拿自由宪章去当谎的 其实他们更关心的 应该是其他的东西 我感觉 当然也有些人通过这个炒作 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是 谢谢主任 OK 非常理解 谢谢东华老师 谢谢你 那周先生您怎么看呢 最近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加拿大 都会有反疫苗护照的示威 你怎么看 好像好像不再是反疫苗 反戴口罩 好像可能有个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我们当初 当初有这个疫苗 当初疫苗的疫苗护照的概念 来自于欧盟 他们为了你说 希望以后这个旅游安全 所以他们要有这个旅游护照 然后我们慢慢进步 现在变成要有这个疫苗护照 可是我是觉得 其实他的目的来讲 因为那个哈利博士 他昨天已经宣布了 这个疫苗护照 大概只实施到明年一月份 其实以这个时间来推算 他就希望能够平安度过 平安度过这个秋冬季 我们希望所谓的第四国 第四国疫情能够能够比较稳 他的目的其实这样 然后他只是做这些规范来 当然很多人 很多人用这个法律 法律跟人权现象来看待这个问题 可是我是觉得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就是说 你要有护照 要有护照相对立即的人说 他提高注射率 希望我们就是希望能达到 第二季的人达到百分之九度 因为我们目前差不多 只有百分之七十个节目 所以说还有百分之十 十四左右 十四左右是百分之 所以这也是百分之十来讲也是不低 那黑内果实的目的就是希望就是说 有这些措施 有这些措施 一方面是保护所有人的所有人身安全 二方面有一个鼓励就是说 希望能够提高这个助力 提高这个第二季的出售力 其实我是觉得 他的想法做法都没有错 可是我就觉得 也可以参考美国 美国 美国他们是鼓励主流第二季 他每一周都有提出各种这个奖品 奖金 其实我就觉得我们第一个好像 好像也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提供一些奖金来 来鼓励大家注册第二季 其实目的就是一个 当我们能够平安祝福 今年的秋冬季的话 所以很多问题都一任而起 可是也这是一个不得不得的做法 不管你用这个阴谋论来 阴谋论来讲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不要 为反对而反对来讲 你可以有各种的说法 可是不要 可是不要忘了 不管是谁 不管是联邦政府长官 或是任务长官 或者是我们平民小百姓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 Delta病毒这个疫情事件里面 我们要如何面对 当然我们是 我佩服省政府这些措施 我相信就是说 牺牲 牺牲小我成又大我 我想这个这个观念 很多事情不应该 不应该用这个法律来 法律或人群来看待这个问题 可是说穿的就是一个目的 我们就鼓励 鼓励大家能够 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然后平安度过今年的秋冬季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 其他都不是重要的 谢谢 OK非常谢谢周先生的见解 好因为时间关心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继续讨论 那请问一下刘先生 对于反疫苗护照示威 您有什么看法 是不是也是会 也会相信 它是一个阴谋论呢 那么这样子一些不断的反示威 是不是会有联邦大选 造成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讲到这个阴谋论 现在有一个情况 跟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一般 全世界被WHO 或者美国加拿大认真的疫苗 大概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mRNA 也就是这个 是用蛋白质链子做的这个 像辉瑞跟莫德纳 第二种呢 就是用蛋白质的外壳 做成的这个鸡蛋白的疫苗 像阿斯利康等等 第三种呢 就是像中国科兴跟国药 所制造的灭活疫苗 它是拿病毒 死掉的病毒 作为一个媒介 然后放到人身上 让你的人看到这个病毒 产生抗体 当然从安全跟有效性来讲 以科学的证据 现在最有效的疫苗 就是所谓mRNA 也就是我们在加拿大 跟美国施打了 辉瑞跟莫德纳 连这个阿斯利康 美国也都不认证 加拿大也几乎现在都不打 那我要讲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从小到大 为什么我说这个阴谋论呢 它是一个 没有道理的事情 这些人 刚刚好像这个 我们那个 关老师说的 这个阴谋论 他们就抓着四个重点 有效还是没效啊 失效性有多久啊 步作用会不会害死人啊 然后这是违反人权宪章啊 用这个四个借口来 来再做大力的 做这种强力的 这个反抗行动 但是我要说 因为我们从来都很少听过 从小到大 你从来没打疫苗的人 比如说 你打不打小儿麻痹啊 你打不打麻疹天花啊 你打不打这个破伤风啊 被狗咬了一口 打不打破伤风啊 这些疫苗都是灭活疫苗 它的安全的有效性 可能都远远低于 我们现在所施打的这个 辉瑞跟莫德纳 但是这些抗疫的人 我不相信他们从小到大 他的婴儿时期 他的幼儿时期 都没有施打这些危险性 更高的疫苗 而你现在 却对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 产生集体的示威抗疫啊 这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事情 如果你是说我从小我天生就没有打过任何的疫苗 我没有打过任何的预防针 你再出来抗疫是有道理 如果你自己身上打了七八九种的这个预防针跟疫苗 任何了这个这个这个医疗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 然后你却出来反对疫苗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世界呢 有个现象 就是弱势团体 往往都有一些不合理的强势行动 比如说这个同性恋在社会上可能属于弱势 因为他不是一部分的人 所以他们一直要出来游行 抗疫都是很剧烈的 然后一些一些一些特别的 比如说大麻要合法化的时候 他们也不是一群 也好像是属于弱势 大部分人都反对这个大麻 或者这个毒品合法化 可是呢 抗疫的行动就会很剧烈 那么同样的 反疫苗是少数一群不讲道理的 弱势团体 他们就会有一些强势行动 那么在今天是个重要日子 我顺便跟各位观众提一下 今天开始可以联邦大选预设投票 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 9月10号11 这个1011就是五六日一四天 然后真正联邦大选就是9月20号 不过你要注意 当你拿到选票 这是选票 大家一定要赶快把你的选票把握好 然后呢还没有收到的人赶快去联邦这个选务局去申请 收到选票的人可以去预选的地方 预先投票 也可以到9月20号大选那一天投票 不过你要注意就是预选的投票的地方 跟大选的投票的地方可能不是一样 所以你把地方搞清楚以后呢 再去投票 鼓励大家多多的投票 好 宣布两个小小的好消息 加拿大马上现在这些研究 因为开学之后一个染疫可能会严重 所以加拿大现在研究这个漱口水的测试剂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喝一口漱口水 就很快可以知道他有没有染疫 那么作为现在呢 他们在学校里面不公开单一个案的一个取代方案 让大家可以安心跟安全的能够来防疫 另外呢就是为什么12岁的小孩子不能施打 那么现在包括加拿大美国已经考虑 要给至少5岁到12岁的小孩子施打 12岁的小孩子不能施打呢 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在做人体三期实验的时候呢 并没有把小孩子放在做riding时间 所以他们不敢任意的给小孩子施打 这个即便像辉瑞莫德纳这种疫苗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一般的疫苗研发 都要十年经过人体的实验跟观察 可是我们这个辉瑞跟莫德纳等不了了 所以他在一年左右时间就出来 所以他们也不敢给小孩子施打 不过现在大家都已经在考虑 孩子们也考虑给他们施打 谢谢 非常谢谢刘先生的一些间接和观点 那关华老师我们想站在老师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不是也希望12岁以下的小朋友 能够尽快的施打疫苗 那么在与孩子学童互动之间呢 不晓得比起去年来讲的话 跟今年的新学年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互动呢 东华老师 我觉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小孩到底要不要答 我觉得现在主要还是技术上不成熟吧 就是刚才跟刘先生讲的一样 之前没有拿小孩子做过这个活体实验 所以就是大家现在技术上达不到 如果技术上能达到的话 肯定给小孩子肯定是要打的 因为他们属于社交十字路口 他们属于社交最广的人群 而且他们自己没有防范的意识 我觉得如果技术能达到 小孩肯定是要打的 如果技术达到 肯定我带着我们家小孩是要去打的 第二个回答您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在学校里边 我们自己作为老师的话 跟学生互动方面肯定是要减少 但是我们要增加学生的意识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就是说每次上课之前 包括在学校里边 我们要贴出很多的公告 还有包括policy 还有甚至学校里边的白劳 所以这些东西都告诉学生 标准的行为规范是什么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其实所有的教育除了体育课 其他所有的教育都可以做 online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学校里边 做线下的课程 还要让小孩子坐在班级里边 然后听老师讲课 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 让小孩子学习一套完整的社会体系 还有行为规范 这个是最重要的 规定你非要服从他的所有规章 但是你要在学校里边学习 我们是如何运作民主的 然后我们要 我们是如何这个告诉大家 你除了有自由 你还有社会责任和义务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 非常好 非常理解 谢谢中华老师的分析 谢谢 那我们想要请一下 朱先我们在要大开国门了 欢迎所有来自全世界的旅客 来到加拿大 那对于这一点的话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会不会表示非常忧心呢 朱先 好像政府规定就是说 9月7号开始大开国门 欢迎世界各国都来加拿大 另外就是说 8月9号也开放美国 开放美国 也希望美国也到加拿大来 但是欧盟你在8月30号 宣布了取消美国的旅客 因为担心美国的疫情太严重了 所以我就说 政府开放这个开放这个大开国门 我们当然是为了拼经纪 我们是支持的 但是我有两点两点的意见 第一点我们参考这个新加坡 新加坡是对这些 对这些这个 属于高峰院区的话 就像我们这个机场一样 他们每周筛检一次 希望就是说 能够及时掌握病情 第二就是说 我要讲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就是台湾的经验来看 台湾本来是表现得很好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 华航的常务机师 就在几位医师 造成了一个破口 很遗憾的 不但台湾的疫情 疫情飙升 可以造成了800多人的死亡 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那我就想说 我们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就是说 政府在当开放这个国门的时候 能够助理 来找新加坡跟台湾 新加坡做法是想集中 为了预防 那台湾就是因为有破口 造成很不幸的事件 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 我们支持政府的开放 但是希望机场就是个破口 海湾也不是个破口 我们B审 目前有100多个人住在交互 这还是我们需要加油的地方 谢谢 那朱先生我想要再给您补充一下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疫苗证明的问题 在B审审要推出 您认为对于一些小商户来讲的话 会不会面临一些挑战 甚至我们刚刚的刘先生有提到 会不会侵犯一些客人的隐私 或者说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 一些对峙的尴尬情况 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我觉得好像 可能意思是说 小商户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认为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措施 那他们也不是司法人员 所以可能有时候 不能够代替压线 去出了这个事务 我是觉得 政府政府的 省政府这些一些措施 目的是为了要防疫情扩散 做一些限制 我相信大家应该要支持 这是这个政策 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些有配合政府的措施 希望很平安住过这个青龙境局 我相信在执行过程中 可能会发生一些小问题 一些摩擦 就是刚刚刚几位来听就提到了 病人也 就客人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只能到时候看情况 但目的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鼓励 就是说 我们还是就是说 鼓励 虽然说我们可以去参加 去餐厅吃饭 但是我们还是不鼓励 经常出席 就像新加坡一样 他们只希望 一个礼拜 只能出去吃一两次 一两次吃饭 减少就 减少外出 外出吃饭的机会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参考 谢谢 非常理解 谢谢中先生的分析 那么最后我们想要请问一下 王女士 对于全国呢 现在也都有出现 反疫苗护照的示威 那么您刚才提到了 甚至我们的自由党的候选人 朱鲁多呢 他在竞选的时候 也遭到了攻击 所以是不是 这一连串的问题 会引发了一些 联邦大选的影响 左右一些选票的结果 那么我相信您现在 也是推动华人 要来鼓励大家 华人出来 这个投票 所以对于现在的情况的话 您又怎么来看呢 谢谢 那确实是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混乱的现象 但是呢 我也是同样主张 你可以用语言去抗议 但是不要有这样 暴力的行为 这个不是民主的一个表现 那说到联邦大选即将开始呢 我认为电视机前的这个华裔的听友们 或者不管什么族裔的听友吧 都要去踊跃的去投票 尤其像我们华人社区呢 我们从1947年重新获得投票权之后呢 我们的投票率始终没有及格 就是始终低于全国的平均值 这是不对的 虽然大家现在都很关心疫苗这个情况 我们疫苗那你其实就是为了你的健康更好嘛 那就像我们的健康一样 如果我们身体的某个指标长期不合格 你说我们是不是会生病呢 对于华社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遇到很多社会问题 其实都是和我们不投票有关 因为我们不关心政治 那政治为什么要关心我们呢 我们华人有时候会说 我们发展什么遇到了玻璃天花板呀 或者我们被边缘化了 我说其实呢 是我们自己在边缘化自己 因为我们不投票 所以这个社会呢 就是会让我们投票率不够高 所以这个社会呢 听不到我们的呼声 我就想给他们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大家说 一起都去走路 你说为什么你们不听我的呀 我让你们往左走 你们为什么要往右走呢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站到队伍里 或者我们站到队伍里的人数太少 我们发声的声音太小 别人听不到 所以这些问题呢 包括我刚才讲一些歧视的问题啊 什么 或者为什么政客不重视 那比如说艳逸社区被歧视了 艳逸政客很重视 或者其他族裔的政客也很重视 可是我们华裔社区被歧视呢 好像大家都无所谓 觉得政客都像没看到一样 包括像唐人街被涂鸦 那么严重 今年好几次 去年好几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都是和我们华裔的不投票有关 那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们热爱这个国家 我们作为移民来到这个国家 是为了在这里生活的更好 那你想生活的好呢 你要建设它 你不能只是索取 所以投票呢 就是对政治的一种建设 所以我这样的原因 我可以讲很多很多 那建议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总而言之呢 大家无论是希望自己生活的好 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 在这发展的好 还是希望我们加拿大更好 都应该去踊跃的去投票 而且要郑重的投票 要去看一下 这些政党的政纲 我们办了一个网站 是ccgtv.org 这个网站呢 我们用中英文的形式 呈现了各大政党的政纲的对比 26项非常全面 我们也给全部的候选人呢 发了五个问题 有一些回复了 我们也会陆续把他们的答案的 英文和中文版放上去 无非呢 是希望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因为很多人不投票了 他说我看不懂英文 那现在我们有中文的东西呈现 那就希望大家呢 能郑重的去看一下 花个三四十分钟 看一看 做出自己的选择 而这一票呢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都知道是先巧打仗换来的 也是非常神圣的 而且呢 对我们自己来说呢 我们刚才也在谈人权 这是个基本的人权 所以如果我们要尊重人权的话 一定要去尊重自己的权利 好的 谢谢您 OK 非常谢谢 Elly 礼拜五 哦 你带我了 会不会太早 王 sorry 王女士 非常谢谢王女士的分析 9月20号就要联邦大选了 只要您手中有选票 千万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 今天非常谢谢四位嘉宾的分析跟讨论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 下周五同一时间 两安三地加过情再会 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